劉德華風暴輕跳11樓 自爆片酬3600萬 我告訴你明天這個不能講 一講出去明天頭盤是這個 他這裡寫了 喔 工作人員真的是 要叫人家華仔狗狗 這樣演講心情才會好啊 天王華仔和電影公司老闆 江志強昨天在北京舉辦新片 風暴發佈會間對談華語電影 我每天早上大家都很怕 很怕見到我 就是今天有多少的鏡頭 有多少爆炸 花多少錢 華仔狗狗一向和蔼可親 但是當了赤片就得敗黑臉 這些我都學不學到 以前不會學會罵人 真的這個戲我罵了很多字 而且你知道嗎 偶像很難罵人 然後早上罵人下午就買東西 就請他們吃 然後就跟他們抱歉 明天早上再忙 真是辛苦你了 長官不好當 華仔眼神間男主角 簡直是拼了命在拍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踢身 願意跳了 他們都去參加模仿比賽 他們都去參加模仿比賽 他們賺了錢 比做踢身高 他當監製要求完美不惜放下身段 第一天就跟他說劇本出來 我希望所有演員都來對稿 他說商業片 武打的還要對稿 就打打打打 演員他們有一些是 怎麼說不是 不是接一部電影的 一部電影拍二十天這樣 他只是算天的 然後他來就算減了 然後老闆就說 沒有這樣不行 這個場面比較大 每個人的心裡的 背後的故事都不一樣 每個人他是怕死的 這個警察是怕死的 這個警察是不怕死的 這個警察是老流條 他怎麼樣跑 每個人都應該知道 不要到現場才跟他說 結果 結果他說不行 所以說華仔還是說服 江老闆加碼投資不盡 本來是不用花那一千多萬的 因為我在 我們搭了一個景 就把中環的那個一打切 一比一的把它搭出來 然後大家看到的那些 很真實 我們在這個 舊的飛機場前面搭的 搭完之後 我們還在那邊排了兩個人 如果我們真的在中環拍的話 導演 新導演 那他掌控這個東西的時候 可能也沒那麼 沒那麼足夠的那個經驗 如果我真的可以 說服了我們的老闆 把一千五百萬拿出來 但是有七百五十萬 受騙抽 走 走啊 果然拍出來 唱片驚心動魄 畫得值得啦 平衡亂來 深月中港派同步上映喔 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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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